记者郑景与台北报道,美籍男子Joseph今年1月4日在台北市长安西路附近, 急酒醉以雄暴、习凶、摸屯等方式,对二名路过台湾籍女子性骚扰, 大同警分局逮捕他时,他还对警方咆哮辱骂英文脏话, 市林地检署4月1违反性骚扰防治法起诉, 今天上午9时许在市林地院开庭,不料Joseph出庭时, 竟还猖狂对路过女民众、女法警,通议毛手毛脚,当场被逮捕, 目前正在市林分局侦讯中受害女子指出, 当时他正要前去市林法院邮寄东西, 该名老外突然就贴到他身上,嘴里还说着 当下他就立马报警,但老外居然还趁着这个时候冲到X光感令门, 摸女法警的臀部,当场被警方逮捕, 市林地检署则说,Joseph因今年1月4日下午, 先后在中山地下街与长安西路巷弄, 分别对二名路过女子骑凶、熊豹,被一涉嫌性遭遥送办, 今天Joseph出庭时,除了对女法警做出触碰臀部等动作外, 还涉嫌触碰一名女通义,市林地检署还表示, Joseph前天周六时,也曾经跑来市林地院捣乱, 当天有剧组借用市院拍戏, 一楼门口暂时开放让剧组人员出入, Joseph就趁细跑进市院内部, 直到法警发现他躲在庭园花台,请他离开, 法警注意到他当时也是醉醺醺的, 精神状态感觉异于常人, 市林分局指出,目前Joseph已经被分局带回甄讯, 讯笔会在对外说明,依法甄办。